歡迎收看WTO姐妹會 是的 時序已經進入到12月 年底的時候了 你知道到年底的時間 我們看到報章雜誌上面 都常常會有一系列的這個 年度評比的報導 可是我們WTO 怎麼可以落人家之後呢 一定也要來做一系列的總檢討 對 第一個我們要檢討一下 這個年度評比的報導 這個新住民裡面誰是風雲人物 當然我們現場也要請到 年度的風雲人物 第一個洪哥 這邊是我們兩個風雲人物 其實我在這個地方要感謝 貴單位 WTO姐妹會有 我覺得這個有點實至名歸 要成為一個風雲人物 其實他本身除了具備 也有代表作 當然我們代表作不是只限於說 賣藥的之外 因為我今年其實有 廣泛的涉獵到電影的這一塊市場 我拍了一部電影 雖然大家不曉得 第二位呢 當然是我們這個新聞界的前輩 是 你想要了解 找瑞德哥就沒有錯 那我再補充 而且不是只有這些 還有愛妻的這個道理 也是可以請教一下德哥 我應該是全台灣最愛太太的男人 我前幾天把小老婆給娶回家 我的車子 但是呢 接下來我要叫這位 可能八位新住民 不知道 可能很陌生的 妳看過嘛對不對 這是GQ雜誌的 時尚總監 Fashion 對 有點過喔 夏明你很開心 也是 還是她的菜嗎 我們待會兒要拍照的時間 OK這樣 謝謝大家 因為我們請到Jerry來的原因是因為 今年喔 就是他要辦的 The Man of the Year 對 在國外辦了好多年 行之有年 台灣是第一次辦 下一次就是紅哥你們來 找我對不對 對啊 對 所以我們知道 因為他們今天主題非常的特別 是 所以我一定要請Jerry大哥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叫做風格男人 其實我們所謂的風格 並不是所謂的穿衣服的風格 而且他們這個人的 忠於自己本身的一個做事的風格 像我們今年選到的有 大概有七位 裡面有六位這邊呢 我可以請大家看一下這個名單 第一位李宗盛大哥 他的這種越沉越像的風格 男人風格是我們自己Q所追蹤的 是 然後第二位呢 阿信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 非常有名的音樂人 第三位張孝全 對 我想很多新著名的女生 應該很愛張孝全 對 另外像張正成 他是一個廚師 從新加坡紅回來 然後聶永禎 他是台灣首位入圈瑞士的 平面設計師聯盟的 所以你看 對 他有來頭 我覺得這個 The Man of the Year 第一個就是形式風格 對 就是他其實是特立獨行 但他不是搞怪喔 他其實就 我要走出我自己的一片天 終於自我 對 終於他現在所做的每一件事 當然紅不紅 那是其次 對 其次 所以我覺得這個活動很有意義 所以大家共襄盛舉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們要問一下新住民朋友 到底2012年 台灣的風雲人物是誰 台灣 對 所以首先我們就請這個 資深的新住民代表 這是一個 台灣人的啦 對啊 就是Tim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認為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洪朵拉斯今天要來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對不對 但是妳說現在改還來得及 對 我選的是 我選的是 雖然我沒有看那個什麼 我可能不會愛這樣子 對 我沒有看 但是那一天金鐘獎我看 而且我看到他得到 那個 獎的時候 他得到獎牌的時候 他的整個表現 我覺得他非常謙虛 他上台他說 咿咿咿咿 爸爸我愛你 沒有準備 沒有準備 對啊 怎麼可能爸爸不愛他呢 對不對 一定要愛爸爸的 對啊 一定要謝謝爸爸媽媽 因為我差不多一年多之前 就開始注意到這個演員 對 因為我喜歡跟我女兒逛街 我們去購物 然後我喜歡去一個日本的店 我發現裡面 他的海報 都是這個帥哥 然後你們華人都看起來一樣 因為這個海報又是他 又是他 可是的確都是他 沒有錯 然後後來我有一個秘訣去看 看他臉上這邊有個字 他有兩個 他有兩個 這樣我臉上講 不要跟他講 這樣都能夠吃醋 那個小朋友給我一下 對啊 正常都要準備 現在要來 不要再回家 看有沒有帥嘛 帥 你不要親下去 我現在要不要親進去 這麼熱情啊 我也是看到 小心點用 那張可能帶還有人要用 沒有 沒有 小米不會要用 等一下就來回家 真的嗎 他的表情 你知道嗎 很有男人味 既然他是臉性沒有錯 但是那個表情 那個動作真的 因為我老公比起來 差很多 是 講什麼都在你老公的旁邊 我跟你們說 他講話 都是好像跟女孩子講話 跟你講說 很溫柔嘛 很溫柔 跟我一樣嘛 對 跟我老公差很多 他跟你講說 Honey 我老公 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你一直講 一直看 問題是他比我年輕 太多歲 不能的話我真的追他 沒關係 重點是能不能追得到 我跟你們講 我24小時跟著他後面 他不想猛到我 也是會惡猛到我 就是像妳會去 對啦…這是多夢 對啦… 接下來呢 我要請問一下 因為孔康剛剛一直很想 搶著要回家 他一直說他是大人哥 對 所以孔康你選誰呢 是 朱古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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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土雞很多節目 土雞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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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拍很多廣告 對… 真的我很喜歡他 我愛他 到 演他的主持歌 我都會當 你會唱 對 謝謝阿倫 來 光一下 你拿五個呢 對 然後你當 不是要唱 你先來啊 這掌聲都拍完了你還講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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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有知識 一個人給我們打氣 來 風雨滑雪 風雨滑雪 太假了 風雨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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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結尾 還沒啦 還沒 好帥喔 謝謝孔鏘 我覺得孔鏘這一輩子 他留頭髮留最慘的 而且是直髮不是捲髮 而且你看的時候他不習慣 你頭髮一直刺他眼睛 一直閃 所以你真的很愛你 真的很愛他 我自己覺得是不管哪一年 他是台灣最帥 最帥的 人物 風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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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陣頭跟那個 陣頭 頂頭 他的鏡頭 跟那個香菱一樣 一直拿起來一直看 好 你要用拿起來帶這樣子 OKOK 沒關係 你稍微看你 你會不會看你 你會不會看你 超笑 超笑 這個駐大哥哪一天 應該要找那個香菱 可以 超級粉絲 如果駐大哥 如果要小分身的話 可以找我們 對 那接下來呢 我要請問一下小米 你心目中2012年台灣的風雨人物 代表應該是 這一位 李安 小鵬眼 對 因為我小時候在韓國 包青片很厚 所以當初我們認為那個片 講中文的片子都是港片 那自從李安導演出現了之後 他就拍的那個端背衫 或者是色戒 到現在那個少年PI的期望 對 少年拍的 那個我昨天也是去看 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真的喔 真的 他的創意力是真的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的那種地步 所以我覺得他 我非常欣賞 李安導演的作品一季 對 他色戒裡面那個 他有回文針有沒有 他有回文針 他有回文針差點折到 有些事情 我還沒回憶過 後來沒講 去考慮一下自己的年紀 可是我想問一下Jerry 就是你們在GQ的 你們怎麼看李安導演呢 他真的是國際的名人 他的導演 而且他風格超多的 他非常堅持他自己的一些 海賓的一些技巧 而且最難得是他好謙虛 對 真的 那天我們去參加他的首音會 然後他一進來 很不好意思 他打擾到我們 不好意思啊 我進來講一下 講完又出去這樣 因為他好幾個團隊嘛 是 我覺得成為一個國際的名導之後 還可以變這樣子 我覺得這相當不簡單 就保持情緒的態度 然後還是非常腳踏實地這樣 對 其實我覺得有一些人物 不見得說一定要是世界知名的 或是說講出名字 大家通通都知道 甚至是有一些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過 不是只有在現實生活上 網路上也是算的 所以阿福接下來為我們講的這一位 他心目中的代表 這個 很多人有印象 這是誰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你原本是要說誰 明年 我現在在訓練 明年 2013年 明年可以直接就先得獎 明年可以直接就先得獎 明年可以 2013年 阿福真的不錯 真的 我也想 真的 我覺得最裡面最有潛力的就是阿福 對 太太太太 你上網來嘛 你多人不怪啊 對 剛剛廁所我們一起鳥鳥 給我一千塊 對啊 給你一千塊 所以說真的啦 你心目中啊 就是今年讓你印象最深刻 堪稱為風雲人物的是哪一位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但是我看到他的那個VCR 我覺得我真的笑死了 就是那個什麼 戴那個棉具 然後那個是 是喔 我覺得很好笑 因為我覺得他這一種油膜感 就是剛好是我最愛的那一種油膜 你應該喜歡的是他媽媽吧 你欣賞他媽媽 他媽媽是我心目中公園 什麼 你告訴你吃飯 你告訴我什麼 沒有 就那種感覺是非常非常好笑 我最喜歡這樣 我舉個例子 雖然是我被笑的 但是我覺得 就是你大概知道我那個油膜感 我當年輕的時候大概二十歲的時候 我是去游泳俱樂部的 然後我甜甜去游泳 然後有一次我就買一個 新的那個運動服 然後我就想趕快去 讓大家看到我新的那個運動服 然後我就進去 然後我女朋友她常常跟我一起去 她在我後面大概五六公尺 在我後面 我已經走得很快 我要進去給人家看 然後剛好我進去那個游泳池 然後有一群人他們剛好有出來 大概五六個嘛 然後我女朋友她就等我 剛好他們在我的旁邊 然後她就喊得很大聲 可是阿福 你早上你的吃妝還流血 你這樣子可以下水嗎 我真的 很適合 然後所有的人都 然後我根本沒有 然後我根本沒有 我真的 然後朋友在後面 笑死人 她在那邊 我後來又不帶她游泳 但我覺得這種幽默感 很可愛 太好笑 不錯 但我覺得另外一個 其實我剛剛講到的風雲人物 寶寶又來介紹 我是認為就是阿嘎跟那個阿喜 蔡阿嘎 蔡阿嘎 對 然後我是覺得她分明就是 講出了每一個女生的心聲 作為女朋友 還是作為老婆的心聲 然後就覺得 我老中想做什麼我都知道 就是這種 對 然後我就把這個片 就給我老公看 結果我老公看似在笑的 因為什麼 真的是 她自己也在說 真的是百分之八十都是她 我覺得看過的每一個人 男生啦 都會覺得那是在演你自己 你們的把戲都會被我們揭穿 真的 是真的嗎 對看一下 喔很熱很熱 走開走開走開 你鼻翼我手濕濕的 手汗耶 欸你吃起來比較粗耶 就知道你嫌我 怕 看吧你看你看 我是不是跟你講過了 我真的很幼稚耶 好啦 算了… 在幹嘛 你搭幹嘛 Bee 你在幹嘛 我在騎車 快搭了 我愛我 你愛不愛我 好 妳愛我 妳愛我 妳愛我愛妳 我要回家了 這樣吧在哪 但分手啊 快點啦 不然分手嘛 快點快點 不然我們分手了 女人哪 哪天哪 是不是你看 所以寶寶妳就是像阿喜的這個角色就對了 有點像 沒有 真的是 妳在幹嘛 然後你看她連騎摩托車都是那樣子 快到了 還用風扇 你看看多少藉口 妳老公做過這件事 天啊 真的是 真的 每次都是快到了快到了 然後就不見了 真的都是這樣 天啊 那時候應該有點誇張 是嗎 我今天所勸的人物 的確很瞎 然後她是 她是從 從物到有 然後她代表說 台灣的媒體多誇張 你們剛才猜得出來 她就是發拉利姐 那我覺得 你們知道媒體誇張到什麼程度呢 昨天晚上我有一個朋友 她去參加那個雞媽獎 然後她跟我說 莫名其妙 這個發拉利姐她出現的現場 是嗎 對她從台北到那個伊朗 然後她一出現 那邊有很多大法 很多明星對不對 她一出現 所有台灣的媒體都已經狂拍她 而不拍其他的了 可是呢 大陸的媒體他們就說 這怎麼會啊 因為他們的根本 有很多不知道她是誰 是是 所以我覺得她的確很好笑的原因是 因為她非常有自信 不管別人多麼批評她 她還是堅持下去 對自己的這個自信很高 所以我要去那個聯署上 就是幫她按一個讚 我覺得真的太 不能說可笑了 可是好笑的確可以說 是是 而且你們可能不知道 可是我們現場有一位非常厲害 因為 模仿她的功力 跟她 百分之百一模一樣 就是雅姿姐 蛤 雅姿姐 蛤 百分之百 非常會模仿她 真的嗎 就不要來一下 我們的觀眾開始 她要幹嘛這樣 我沒有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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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人家車子刮傷 我長那麼漂亮 她只要有名車 跟小狗陪她就好了 什麼 你說什麼 你不能以為我長這樣 你就把我的車刮壞 開笑 你要走你就來追我 不行 而且今天只要上那個 蘋果日報 她要告訴我 因為她根本沒有邀請她 對 對 那她跟那個記者說 你是不是很壞 你在這邊 她怎麼說 你在這邊就是訪問我 那我為什麼不如幫我進去 因為她有哪一束花生 要寫給那個張小璇 對 所以她發現就是 住在自己的世界裡 之前我們也出過很多類似的人物 許純美 比方說如花也是 然後Tony Chen 那就是因為 很多藝人就是 比方說像 沈玉琳她也講說 因為她簽他們 來成為他們的藝人 只是打短線 對 就在短時間之下 大家有一個好奇心 虛頭而已 一般不會超過半年之後 他們就會回去 做他們自己的工作 其實洪哥像你們在 人約二十年 三十年 這麼久 他們看我們這些 是沒有備份的人 對 所以他們今天有出來 就消失掉 他其實對電視圈 對媒體圈 是沒有貢獻的 他只是大家一直好玩 對 去注意到這個人 但是我們接下來就要選一下 我要請問一下 這個三位專家 我們WTO也有風雲人物 那你認為 今年 WTO最出色的新住民 其實每一個都真的很優秀 尤其是他們出外景 各方面都非常的認真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 都是風雲人物 但是第一個呢 我覺得阿福 阿福 他把我剛剛去跟他廁所 做的事情 講出來 我覺得他不是風雲人物 除了一千塊 你們還做了什麼 一千塊 給他拿這種事情講出來 只一千塊再還給我 我可能會選他 因為我跟他感激奇 其實我真的認為 因為人家說 相逢之勢有緣 在在座的這八位裡面 有一位 我曾經在路上碰到過 真的喔 而且是在我們做一個 非常有意義的節目 就是當初 那個 跑馬拉松的 林志傑 是嗎 對 當初我們在做活動的時候 他真的要去爬沙拉 跟老百姓 然後去看看一些 結交一些朋友 我覺得這樣子 才有資格成為風雲人物 是 因為你要走出去 讓人家看到你嘛 是 這個人就是 喔 非常甜蜜 你想起來了 對…在東話南路那邊 我遇到他 他說 對 他說 你要去哪裡 我說我們在辦一個 路垮的活動 他說很好… 你跟許婕惠 對… 而且他在節目裡面 他歌唱得也很好聽 對 對 所以我覺得他有點實至名歸 對 阿福 阿福下一次 下一次 明年就換你了 其實WTO的這些 這些新住民都很棒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特色 是 不過呢 讓我印象中最深刻 最難以忘懷的人 有乙哥 叫做 他不是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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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 我一看到他以後 我就想到一個床對不對 一個女孩子就黏在床上 不肯起來 可是他的老公 就一直在床旁邊 一直跳 兩個完全截然不同 復古的個性 是 然後最特殊的是 我覺得 為什麼我會選他當風雲人物呢 因為我一看到他 我就看到手機 然後看到手機 就看到自拍 然後一拍 就拍到 幾千張你知道嗎 幾萬張 一個人可以拍到那個 這麼多 魔鏡… 這個裡面最漂亮的是誰 會到鏡子都破掉了 對… 對… 瑞蕩哥 發情得這麼明慰 他照鏡子的時候 你都在旁邊 對… 他連… 他連剛剛我們錄影前進來 所有的人 都別好了 他還沒有給麥克風 因為還在拍 真的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對… 我猶得出來 你一天拍的相片 應該比我一個月拍還要 真的… 很難 他真的很難 對… 我真的覺得他們很厲害 因為我之前在國外住過 我覺得要成為一個 國家的新住民 要講這麼好 當地的語言 真的很棒 對… 不過今天我… 因為第一次來嘛 所以我以今天的表現的話 我覺得恐鏡應該是今天的 我現在… 現在是楊大哥 應該有很多人模仿過他 不管是男生、女生 可是… 那一段表演 那一段表演 不注意看還以為是 諸葛亮大哥在模仿黑人 真的… 真的有可能是耶 對啊 謝謝… 這個滿妙的 接下來就要請問一下 現場所有八位新住民朋友們 你們自己心目中認為 我們WTO的年度風原物 應該是誰 一個一個為大家來揭曉 好 對 第一個呢 這是Olivania 我們看一下喔 最佳鄉土劇出場 鄉土劇 Olivania 其實來參加這個… 這個節目的時間 也沒有很多 也沒有很久 可是我覺得他非常厲害的一點是 國語不會講 台語講得到嗎 他一直講台語 這個非常非常好 我每次看那些那個 民視、台視的連續劇 我都會想到他 如果有一天 發生要開始演戲 去參加那些節目 他一定會爆紅 因為他台語真的是 異口流… 我不知道有沒有很流利 蠻流利的 真的 非常非常厲害 所以他真的是我心目中的 這個新住民 因為我真的要想他學 是 而且我們西方人 真的是學台語非常難 真的 對… 比國語難多了 因為你自己在教語文的 有時候覺得學台語很難 對 有些筆音 不是很… 是…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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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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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點真假 人家不曉得也會賣茶的 你知道嗎 那是什麼茶 飯碟 接下來寶寶 你看喔 跟那個… 瑞德哥選的一樣 跟德哥選的一樣喔 寶寶是什麼呢 對 對 寶寶是真的啦 因為我們剛剛都是 有時候錄影完畢 我們都是會聊天 但是 我跟你講 大家女半邊 四個人在聊天包括他 我們在問他一個問題 還是問他什麼東西 沒有 等到他一定掰完 差不多五六張的時候 他說 你說 你剛剛說什麼 還有一個習慣 拜託的時候 這個是手機怎麼做 那是大人哥 還要想把那個水都飽出來了 水都飽出來了 沒有啦 要事業界 水都飽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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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這一點是 這一點在新住民裡面 本節目是比較特殊 上一次來他不是水溝 他連水褲都出來了 害我們這邊來賓 眼睛不知道放哪裡 真的 好害羞 他上次穿著 瑪莉聯盟霧妝那一種 對 沒有錯 穿著 好 所以打扮得像這個生日禮物一樣 對 所以跟他講話沒有用 人不在現場 真的 但是有一點 沒有化妝的話 我跟你講 第一個跑是他 沒有化妝 你化 不要 第一個就對了 第一個 他會送他一遍去 這有大家都認同 對 對啊 接下來是孔鏘了 孔鏘到底是得到什麼樣的獎 是的 他得到的是 自戀度百分百的獎 這兩個有點像 上次我去拍外景的時候 跟他嘛 然後呢 他在我旁邊一直跟我說 Sami 你看 他認出我 你看 他認出我 你看 他認出我 然後我就說 嗨 我在旁邊真的很 很丟臉的時候 我想要 我想要跟他在一起 然後 你看你看 然後我心裡在想說 他那麼認出來 為什麼那麼容易認出 就是因為他黑嘛 對 所以你應該會認出來嗎 是不是 我抗議啦 你抗議喔 對 你不覺得自己自戀 對 我不覺得 因為那個 有兩個女生 她們說 我很紅啊 有兩個女生 對 女生 她們說我很紅 是她們弟弟說的 不是我說的 就是她們說的 然後呢 而且 她在網路上 有一些粉絲 我的粉絲 幫我抗議 是 她說你們多欺負我 你們多欺負我 那你要解釋一下 誰欺負妳 誰欺負妳 觀眾們 不能做效果做到更適合 可是我心裡很開心 你知道嗎 你說被我們欺負得很開心 對啊 所以她們欺負我的時候 我比較好笑 什麼 因為孔強她講話 她是比較屬於斯文型的 反應比較慢一點點的 所以大家有時候 一點點 不是 我怕觀眾在留言再來罵 所以我就把它 你知道 沒有 我要把真實的情況 因為其實她講話 她那個停頓的中間 我們可以去吃碗麵 那妳們剛才就很好笑 對 馬桶蓋頭 對啊 這個觀眾就會想笑 定的 馬桶蓋 蓋頭 對 所以大家不要誤會 有時候真的是跟孔強開玩笑 我們是做效果的 我們試一下 真的都跟孔強很好 對 對啊 妳真的有 真的有 另外一位更紅的 太紅了 太紅了 對 是 就是阿姆她得了什麼獎 對 紅紅全獎來 對 紅紅全獎來獎 我是覺得 你看看我們這些新住民 不論我們這個節目做了多久 有誰上新聞 只有她妳知道嗎 阿福 誰啊 阿福 雖然前陣子她 上了什麼其他的什麼TVBS 什麼什麼 很多的新聞 對 不要 等一下妳又上新聞 她也會快掉下來了 對… 身體上粉絲都會說 就是因為我有在店裡的時候 人家就會過來問我說 那個阿德啊 她私底下 阿福 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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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以為我選妳 你不要選她 那妳們兩個私底下都不選了 她是說 那個德國人的啊 對 阿德 那個叫阿福的 她自己家到底有沒有那麼幽默 對 就是會 就是 正面的去問她一些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 她比較紅 紅 紅了就對了 對 一樣就跟寶寶講的 她上新聞 但是那個新聞是有一點負面的 是 所以我覺得阿福就是 她的人生好像 遇到很多挫折 可是她都可以 客丟 對 她可以客丟 對 然後有的時候就是 就不知道這個人 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阿福就是這樣 而且阿福的運氣真的是 那個落差很大 她很大的壞新聞之後 很快有廣告公司要拍她 對 覺得她很帥 所以她有 她有一個喝酒不開車的新聞 什麼 像是我是跟她一起 我們是一組去派夜市 去士林夜市 然後我覺得 真的那個觀眾的朋友 好愛她 看到阿福 我可不可以給妳買啤酒 還不錯 來 抽菸 來 抽菸 攝影師 也塞到她嘴巴檳榔 對啊 所以就算她願意當個好人 她也沒辦法的事 好 重點啦 你認為Sandra會得什麼樣子 你認為 最慘 最會打的人 錯啦 最暴力 真的喔 大家都這樣認為 不小心暴力 不小心暴力 動作 動作 Sandra 對啊 是她對兄 她對聲音很大 那不管姐妹捲誰 捲誰 捲誰 她一定是冠軍隊 她一定是冠軍隊 對 她們都怕她 你 不管她 對 她們都怕她 對 妳沒有捲她 她會罵她們 對喔 可是我是 比較適合給她錄 對 因為她 只要她罵我的時候 全身爆金金 爆出來 對 人生綠居然浩克 對 要變身了 全身爆金金 要不要變綠 她跟她的喉嚨 她所有的金金都爆出來 真的很好笑 她不只是罵 她也會打 她上一次 大概把那個Kim 把她打到流血 所以為了自己的安全 而且以後 要常常來坐她旁邊 我還是覺得 Centra 我永遠 妳都是我的No.1 你知道以前 Centra來是小媳婦 妳看最早前 她要去做功課 然後看到我們幾年前的WTR的時候 還很溫柔對不對 對 她是與日俱進的 對 原形畢錄 對 但是歐陽山區那邊 對 所以你看到歐陽山會什麼樣的風雨 對 沒錯 謝謝 謝謝 來請小明 因為她雖然是 妳才有眼光 因為Kim雖然是外國人 但是我覺得她 妳也是外國人 我們都是外國人 但是我覺得她非常的融入 台灣的生活 然後她 我就覺得 怎麼講就是 她很親切 然後我所有的 我在路上認識 被認識的一些網友 我是粉絲 其實都跟我聊天 都會提到她 其實她問我 終點就是她 不是我 對 然後因為她最近就是我們 出那個唱片嘛 因為Kim很會唱歌 然後出唱片 然後很多人都很支持她 對 順便問我說 她的唱片是什麼時候會出來 等等 對 所以我覺得她是個風雨人物 對 與其這樣子 小米來介紹 不如就請歐陽山來 我們直接讓場中就定位 有了 有了 大家好 這首歌叫做 勇往之前 是北京大學的朋友寫的歌詞 勞工編曲的東雲唱彈了 來吧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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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后 好像日月永不改变 好像四季一年又一年 只要那还不敢是不变 山不怕比天高 路不怕比天远 我将永远勇往直前 谢谢 谢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你买我床片 谢谢大家 好好听 文雅三的歌让我想到 就是二十年 三十年那种民歌 用很干净的感情在里面 它没有很复杂的那些 男女情爱在里面 但是对于刚刚那个画面 我有一个感受 就刚刚看到孔雅 忽然下去跳的时候 跟他后面就是走路 他有点像我们以前在看 生物课本 循序渐渐 好也要有错觉 在我们感情出现 接下来就请教大家 在他们自己原本的国家里面 他们所心目中认为 二零一二年 应该要成为代表的 风云人物是谁了 对 唱歌唱完会 不会喘 要从你开始了 还可以吗 还好 我没有跳太多 是 开演唱会 香港可能是传奇 不会 我选美国的最 最佳风云人物 是 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Lady Gaga 有什么没有写奥巴马 奥巴马也不错 可是Lady Gaga 赚的钱比她多 正点 对 对 今年她买了2300多 Album 就CD 然后有六 六千四百 你也做得到 希望这么多单曲 还有她个人赚的是 那么多钱 从我是年轻的时候 二十出头 那个时候是玛丹娜 和Michael Jackson最红 对 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 从那两个最红的到现在 她是唯一一个 英文我们会说 she can rival 并驾齐去这样 对 她可以 然后我觉得她也是 一直很重视改变她的 风格是没有错 我觉得她最疯狂的 她敢做的是玛丹娜 跟Michael Jackson 绝对不敢做的事情 那只不过是 胖了三十磅 十五公斤 对 那这个还好 可是她照样穿这些很 很low 有沒有 对 一样这样她上台表演 她不管了 对自己的自信这样 对… 但另外一位 也是演艺圈的 你说这个可厉害 最近红到 是少年选的 今天韩国一定要提到她 就是江南大叔 她的名字叫PSY 叫塞 塞 塞在台湾不是很好听 对… 她身高不高 然后又矮矮胖胖的 她的外表不太像那种 很红的一些 偶像的 不是靠脸的就对 对 这是最近的事情不到一个月 就是她当了那个 玛丹娜的嘉宾 她跟玛丹娜一起跳 她的演唱很像 然后其实很多年轻人 在街上都有在学 然后有些是甚至把她的头发 做成她的造型 因为那时候贴一个江南大叔 在头上 可是我要问一下小敏 她其实在韩国演艺圈 很久了对不对 她其实出道很久 但是她之前的作品 并没有这么说到肯定 她的成功告诉我们 成功不是偶然的 我相信她已经 练那个起码舞 已经等了很久了 对… 在场也有一位 过去在演艺圈奋斗很久 没有人注意 非常辛苦 后来一戏而红 就是红豆拉斯 对… 因为模仿性 机会是等给 是留给那种 有准备好的 对… 听完立志的故事之后 来听一个另外一个操作 这个很厉害 这个我去年 还有今年去日本 到哪里都看到 要请阿萨米来介绍 嗨 嗨 应该是阿芝琪介绍 比较清楚 阿芝琪超熟的 她就一组啊 对 这个是AKB48 哇 日本的新闻的时间 没有像台湾那么久 那我们就是有 来这个新闻的 上新闻的时间来算 有那个做一个排行榜 她们上了第三名 她上了57个小时 一年 一年喔 57个小时 然后她 她们有一个亲子 亲子世界纪录 是因为她们 这样子这么多人 一直上广告 拍广告 所以有这个纪录 为什么这么久的新闻 可以上的原因是 因为呢 有的人是说 这个人 潜田蹲起 潜田 对… 妳好熟喔 好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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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是这样 好带喔 是这样吗 所以 就是说她可能有那种 整形过的什么 就是弄胸部的什么的 那或者是像她 弄胸部都是眼睛的 什么之类的 是 或者是有的人是说 其中一个人就是 之前有参加过 这个AKB48的一个 就是变成拍A片的 AV 对 或者是被人保养的 什么的 对 很多scandal 對 所以才会这么说 他们很多新闻 文艺春秋 而且人也很多嘛 所以一个一个算 可能一个人一个小时 就是 所以仔细的去想一想 每一节新闻 有时候从几十秒 到一分钟 最多了这样子 可是他们你看 平均前一个礼拜 还有一个多钟头的新闻 对 真的够红了 对 这很红啊 而且我觉得节目走到这边 有一个人 她的月月遇 她一直很想要告诉我们大家 她心目中认为 她们国家今年的风雨人物是谁 对 我觉得 最后时间一定要留给她 对 孔鏘 孔鏘 她的名字叫 Iron Kale 很帅 她没有结婚喔 她没有结婚 几岁 几岁 可是你结婚了 她29岁 她是做什么的 她是TV star 像你一样是TV star 她那个所有的 美国的Hollywood 美国就是 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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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的零零零零零零吗 有啊 有啊 這個是GC的塔字 南非版 南非版型出来的 2012 選她出来是 她是最有 美麗的男性 最有魅力 魅力 魅力 可是 简单 对 性感 他很帅 环境单身和 原来她很帅 以外 她脱衣服的时候 她脱衣服的时候 你们等一下 她脱衣服的时候 她脱衣服的时候 警察会去抓 不去抓 喂 加油 真的 很多女生爱她 她有一个大问题 什么问题 很小 很小 太帅 很多女生爱她 所以她是滑心 滑心 你也是有机会 什么意思 你也是有机会 好 谢谢口看的分享 谢谢 再想下去 我怕我的婚姻都要不拔 好啦 真正来做总结 真的 真的 我觉得你看 花心 帅 魅力 什么样的智慧 真的 最重要 还是风格 对 谢谢三位 这个风格男士 是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